虽说苹果在N多年前就已经对外宣布要进军汽车市场 但只是雷声大于点小 多年后也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即便如此 国粉们对于Apple Car也是格外的期待 毕竟在那个智能手机刚刚起步的阶段 iPhone的横冲出示彻底打乱的全世界的汽车市场 如今小伙伴们对于苹果汽车有着同样的期待 事实上小伙伴们的等待是值得的 因为关于这款车海外市场已经有了最新的消息 Apple Car已经进入到了陆式阶段 新车有望在明年正式与大家见面 新车的整个设计依旧充满了创造性 这也符合苹果的设计风格 从目前所得到的信息上看 这款车配备了两种颜色的布局 分别是金属黑和上涂的珍珠白的设计 整部车更像是3D打印机的杰作 传统汽车的机械感在这款车上并没有展现 前脸位置 新车带来了瀑布式的流畅度 双层的结构设计 也让新车充满了层次感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你完全可以忽略这款车的大灯 单排的点阵式激光大灯 外形上并不突出 但效果足以媲美BBA等系列 新车的侧面也带来了一种颠覆式的结构设计 官方将这款车定义为SUV 但小编可不这么认为 毕竟从整个身形上看 可是比SUV还要霸气 所以是不是可以说是SUV与MPV的一个结合体呢 在侧面上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有类似于门把守的设计 但因为采用了内嵌式腰线的缘故 所以它的开启方式是不是采用侧滑门的风格 这也有待进一步的证实 前后所隆起的轮煤 还是能展现出更强的战斗气息 并且首次配备了飞冲气势的轮胎 这在汽车领域里算是一大创新 整部车从车头到侧身 包括轮毂位置都设计有苹果的标示 点亮后的带来了更高的辨识度 所以这款车其实已经超越了汽车的范畴 完全可以将它称之为艺术品 而到了车的尾部 相同的设计同样得到了延续 尾灯造型简单 只是采用了一条贯穿式的灯带 但与后轮眉形贯通在一起 整个后包围略微的凸起 整个霸气感也得到了延伸 后包围的设计还是比较传统 采用了刀锋式的布局 另外尾部的玻璃 换成了一种带有弧度的造型 玻璃下方同样设计 有颗点亮的苹果logo 也算是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所以仅从外观上看 这款Apple Car更多是展现出了 华丽的梦幻感 整个的艺术气息 瞬间达到了顶点 乐趣无穷 所以别看是首次涉猎汽车领域 苹果的设计还是相当的老道 内饰方面 很遗憾 目前还没有确定的消息 不过苹果的车机 一直是比较优秀的 这点无需担心 动力系统也全部采用了纯电驱动 具体的参数还没有曝光 新车有望在明年正式上市 不知道它的道 能否给市场带来冲击 我们也拭目以待 又有关 有关 高观看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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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